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议节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女孩被男友抛弃后参加高端舞会 当她摘下面具后前男友既然跪地求复合的故事 我的心机闺蜜 故事开始 女主小美是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 而闺蜜小爱是她的手下员工 两人一起逛街吃饭上下班 关系非常要好 公司副总贾君对小美一见钟情 经常以工作为由在小美身边献殷勤 这一切都被爱恋贾君的小爱看在眼里 小爱心生妒忌 她觉得小美抢走了自己的一切 于是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小美出丑 但善良的小美总是一些为小爱着想 这一天小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名男子晕倒在地 路人看到后纷纷离开 只有小美伸出援救之手把男子送到了医院 男子名叫阿勇 阿勇醒来后对心善忍美的小美产生了好感 阿勇每天都会等她下班 对她百般呵护 但小美却不怎么喜欢 甚至有些厌烦她 另一边小爱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她知道小美内分泌失调 脸上长了几颗痘痘 于是她拿出一盒药膏告诉小美 这款药膏魔上能立马去痘 单纯的小美丝毫没有防备 谢过小爱以后就开始用了起来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小美在药膏里加了佐料 涂了之后痘痘会越长越多 小美怀疑是药膏失效了 就打电话寻味小爱 小爱表示 这是正常现象 以毒攻毒 继续使用痘痘很快就会下去 就这样 小爱趁小美请假时 代替小美出席了一场重要会议 小美不仅工作被小爱替代 感情也被小美拿下 假军看到小美满脸的痘痘 瞬间就将承诺套至脑后 开始对小爱展开了追求 这让小美心灰意冷 工作的不顺 男友的背叛 闺蜜的欺骗 小美感觉很绝望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阿勇看到失落的小美很是心疼 她没有嫌弃变丑的小美 一直不离不弃的陪伴在左右 她到处寻找名医 为小美治疗痘痘 在一次次的失败下 她鼓励小美振作起来 最终在两人的努力下 终于找到了驱逗的方法 在治疗期间 小美帮助阿勇一起打理公司 很快联好了 公司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天 阿勇带着小美去参加一场高端酒会 刚好在舞会上 遇到了贾君和闺蜜两人 小美为了再次吸引贾君 当场摘下了脸上的面具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移到了小美身上 贾君看得目瞪口呆 当场下跪请求和小美复合 小美羞辱了她一番后 向阿勇走去 两人终于幸福地走到了一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闺蜜抢了你的男友 你会怎么办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